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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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怕冒险 但只要大一点 快乐会发光 你不同反响 快乐会发光 你不同反响 梦让你发光 你不同反响 你是不同反响 天哪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拍拍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要记住一个名字叫做黄金豆 这个东北来的小伙节目贼拉豆 唱歌 跳舞 模仿还有脱口秀 准备好你的掌声画过有没有 既然说到模仿 接下来我就要请出我的几位朋友 海家讲谈 谈笑股心咯 今天我们不讲三国 那我们讲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黄金豆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嘛 黄金豆嘛 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天赋的 这个还是很有实力的 这个我觉得嘛 我是很看好你的 继续 不装了 摊牌了 你们要的笑声我都安排了 随便聊一聊 让你们瞧一瞧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摇一摇 要把所有观众征服用我可爱的脸 要把所有评委征服用我的表演 最重要的是把金豆哥哥拯救 这句话绝对招全 完美 你要拯救金豆哥哥 你为什么要拯救金豆 点亮梦想 我看了第一季的点亮梦想之后 我觉得把金豆哥哥跟其他两位团长 是大有所不同啊 金豆哥哥呢 总是特别的谦虚 把自己的队伍的门槛降得很低 还求别人来自己的队伍 是不是 我就没想到打抱不平嘛 我就是想拯救金豆哥哥 所以我就苦学才艺 今天终于登上舞台 可以为我们金豆家族增添光彩 是不是 你就表达了 金豆啊 因为你这个黄金豆天上掉 什么 天降金豆 对 你真的降了一个 你是别名的还是真名叫金豆 我从小户口本上写的就这个名 是这样啊 我代表你的爸爸妈妈感谢他为你们起了一个这样一个名字 金豆 同样都是金豆 那么两颗豆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因为他是黄金的 我是金 你是冒牌的 开心的 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他一下 来吧 来吧 我还等什么 那我们也得亏着灯 他那都选你 对不对 金豆你会舞蹈吗 我不是会 我是在我们那块被称作桂林路舞王 哎呀 很小 我六岁的时候 就是我一听到音乐我就无法自拔 就是我就沉浸在里面了 然后我看到两个哥哥在那个街边就是弹极的唱歌 然后我就听着这个曲儿听着特别好听 然后我就凑过去了 然后我就跳 然后围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把桂林路给跳堵车了 哦 堵 然后我爸这个后面开车要接我 然后说哎呀 不行啊老婆呀 这会儿过不去啊 他说不是 你老儿子给这会儿跳堵车了 跳堵车了 老儿子 你也展示一段吧 光说不练甲马 是来桂林路舞王 葵我声音乐 我差点讓金豆阊上你跟你一起票 哪个咋 Hm 还有人家还有呢 huh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选择金豆哥哥 如获至宝 黄金豆是不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他的话来说 我是来拯救金豆哥哥的 金豆哥哥好开心 拥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小团圆 如果你也喜欢他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他投票吧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组合 名字叫做九公主组合 难道是九位公主吗 哦不 到底是几位 一起来看 八公主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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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主 八公主 听不懂的话语 风吟 触摸中张音 满腾不满的古堡 种种疑问 迷失的黄色不光临 Yeah! I'm a girl of fuck man! Go for it! Nothing can hold me back! That is my cup! Here is my smile! I saw Timothy when I fall! I'm a girl of fuck man! Go for it! 穿过荆棘打碎帆 万月如初就够出 雨后初醒的帮 自由降临万物复苏 I will be back! 大家好 我是Sienna 我是中二混血 大家好 我是莉莉 今年11岁 我是中国和比利时的混血 大家好 我是李翔 今年12岁 我来自美丽的珠海 你不是混血吗? 我不是 你怎么看得很像混血呢? 对 特别啊 眼睛太好看了 Sienna 我好像怎么看得那么眼熟啊 对啊 你哥哥是不是Cody? 对对对 Sienna 你长这么大了 当年是15年的时候参加等你长大的对不对 那时候你还很小 好像是七八岁左右 那你们三个有队长吗? 有 我是队长 Sienna 是队长 你这么小当队长了 你还记得你当年在参加等你长大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 我记得 是什么状态 为什么笑成这样啊? 害羞 因为 当时唱的 根本 所以 但是当时你们是超级自信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我选了你们兄妹俩 你们居然没有选我 我一直记到现在 所以我这次来就想选你 啊 给你开刀 给你开刀 Sienna 你想不想看看 当时你在等你长大的时候的样子 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当时的画面好不好 哎呀 好可爱啊 那个小小的你呢 Cody and Sienna小朋友 准备上场 我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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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说来说去 不是你能败状 不能对之怎么对 或是败状 不能不满 美 她就是 各方面表现不错 就她哥哥 因为她很帅 而且心情很善良 经常叫她小男神 我们来这个节目是实际我们的梦想 实际我们要吃东西 好可爱 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当年那么霸道 但我没想到今天的这个Sienna来的时候 你长大了 我们那个节目叫等你长大 我们真的是等到你长大了 再来音乐快递 然后带着你的两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果然不一样了 你们现在这个Sienna班长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比以前稳重了一些 还会有那种管你们的时候 特别严厉的斥责你们的时候吗 没有 一般都是怎样管 一般就都是 他自己先做好了 然后他会温柔的跟我说 以身作则 刚刚那个助演的那一位小男生也很酷 你也是从朱海一起这个团队来的是吧 他也是九公主的 Cody的助理 哈喽大家好 我叫马博全 今年13岁 你上来的那一段实在是太瞬间了 我们好像还没有看明白 然后你蹭就下去了 那你还来干嘛呢 我就是来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是在一起跳舞 在一起训练的 然后他们刚好也来这个节目 然后我想 这不是我以前想来的地方吗 然后我说能不能来 就是说不要以主演的身份 来帮助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舞台的魅力 蹭热度来了 对 为什么你难道不自信 你可以以主演的身份来到这个舞台吗 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的梦想 还有想法 要比我更浓烈一点 他们经过很长的训练 要跳舞 要唱歌 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准备 仓促上来的话 我觉得会有愧于这个舞台 所以让他们有准备地上来 带着我的梦想来上来 我很高兴 也很希望他们成功 哇 大很大 我要给你比个心 我要给你比个心 说得真好 真会说话 太好了 他们对舞台是非常敬畏和尊重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快递的意义所在 也是我们的舞台的魅力所在 对 因为这可以说是这几期以来 作为音乐剧三个字来说 综合素是最强的一个组合 很青春 很活力 我觉得如果你们走上音乐剧的舞台 会是非常亮眼的一抹色彩 眼光怎么到啊 好 接下来又到了这个抢人的环节了 我估计每一个团的团长都想要他们这个组合吧 来 三 二 一 哎呦 你慢点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OK 由我来宣布 你们的选择是 金豆哥哥 耶 快走 快点 快走 快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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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一起来喝影 哇 九公主是不是既有颜值又有实力呢 哎 虽然没有来到月亮姐姐班 但是大家仍然会很喜欢他们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关注音乐快递 为我们这个可爱的九公主们点赞投票吧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侯云杰 这个小朋友我印象也超级深刻 他太有特点了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眼睛的小朋友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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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玩了 你太好玩了 好 接下来请金豆哥哥来一次 走 金豆哥哥只能算是几倍弄眼 你选择我们吧 那你今天的这个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没有 我的爸爸没有一次机会增上过大舞台 所以说今天我想实现他这个愿望 点亮点亮 现在就点亮了 各位老师好 那么我和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咱们音乐快递这个节目 另外呢也非常喜欢月亮姐姐和金豆哥哥 原先的带领孩子们一起唱的那首《等你长大》 今天我和孩子带来这首《等你长大》 《等你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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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每个人都会突然长大 从大声说话 到一言不发 从脾气很大 到学会观察 从哪里摔倒了 就从哪站起吧 《等你长大》 《等你长大》 《等我长大》 《等我长大》 《梦想的腾满之涯》 《等每个人盼怕》 有爱好自己吗 永远替自己解答 奔跑在阳光 辛苦之下 太好了 他们俩唱的时候 我觉得儿子始终是看着爸爸 而且以爸爸为主 你知道吗 有交流 他是一直在衬托着爸爸 他是真诚地希望给爸爸这个平台 你看我把最闪光的时刻都留给你的 我觉得能够陪伴孩子一起来音乐快递的爸爸 都是好爸爸 再给老爸点赞了 现在我就决定了 月亮姐姐 咱们把孩子留下 把爸爸送给他们了 支持我们小歌手的 请为他推灯 推一个吧 因为我的弟弟叫米豆 所以说我和豆很有缘 所以说我叫谁 金豆 我发现了 以后爸爸们多来 你们来就对我们这边有利 喜欢宏云洁吗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他点赞和投票吧 接下来这位小选手 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他非常非常喜欢戏曲 而且斗来咪哥哥为了争取他 那真的都亮出了童子宫 结果 他最后选择的是金豆哥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赶紧去看看 祖先的玩意儿穿到今天 圣诞尽莫愁扬扬起全 花脸的脸不千字百胎 无声的打斗最是精彩 古老的说唱有伴有烟 阴阳短错容在期间 轻易的水羞似仙女下饭 小丑的功迪他最是全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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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泪出多少汗 有多少心烦多少肝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千万个故事长 在里面 接下来这段自我介绍 来自我心中所想 如果在想你喜欢我的话 那么就请用力鼓掌 你还没说到 说唱吗 2017年代吹天风和日丽 我和妈妈乘飞机来音乐快递 她砍到鱼狼街街 那可怎么不容易 她伸了毛头 所以又在屋里头休息 想见她却每年都按有点伤心 多来米哥哥为我加油 我太开心 我的歌声好听 这是非常懂性 希望她人听完都有好心情 点亮我的音乐梦想 真的就靠您 等会 等会 我有印象 2017年的时候 月亮姐姐就不在 哦 是婉 哦 对 我对于有印象 等人并在 对 这期是我主持的 吃鸡 我爸站有儿子 笑泉 笑泉 格格 我妈同事的女儿 有身后的女儿 长大了 是吧 长大了 而且那个曲风发声电话了 那麽拉老师 对 上次是短咪哥哥主持的是吧 是的 其实你是为了特别想看到我 对不对 没错 然后看到短咪特别失望 对吧 也不是很失望 也不是很失望 有一点失望吗 那话里话外里 今天就是冲我们来的 冲我来的 是的 又多少恨 又多少爱 你刚才唱的这首歌 它是带戏曲表演的 没错 我也有 而你的这个动作 这个我辅导不了你 这你还真可以找 斗然咪哥哥来辅导你 因为他一定给你是 最专业的一个指导 斗然咪哥哥 那你能不能上台来 指导指导 可以 可以 非常好 其实重要的吧 是精气神 挺起胸膛 要如果手拿着话筒的话 这个手应该有转拳 有那感觉了 拳呢 我跟你说 他这个力量啊 他要在里面 中国的讲究含蓄 撑挺崩原 一旦一散出去 你看这个一直了 这就没劲了 就爆看了 要有力量 崩 把他崩住了 你那崩 对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动作呢 就把这个掌 可以上 冲天 对 看 撑住天 好 关键的还有个眼睛 眼睛呢 一定要有神 现在你整个唱完这个歌之后呢 中间没有一个让他能够提神的地儿 因为我们要他有 眼睛一定要这一下 对 跟你的手 手眼神发布 跟你的手同时 好 太好了 来 三二一 退 走 你啊 就用刚才那动作和眼神告诉我们 你选的人是谁 你就 我们就明白了 对 三二一 走 是金豆哥哥吗 是的 好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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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想法是怎么个结构 你能到我这儿吗 不用问了 他选的是我 我看到你了 孩子 这边 快走 快走 月亮姐姐 这边 有点意外 大反准 咱们今天带脸 你们俩这个牛脸 得意忘心 不是 你到底怎么想的 孩子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就喜欢金豆哥哥 对 我选人更喜欢月亮姐姐 和土耳明哥哥 对 欢迎回来 这里是音乐快递 我是小朋友们的月亮姐姐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月亮姐姐在央视频的个人账号 我会在我的账号当中分享台前幕后的很多的故事 而且期待热爱音乐的小朋友加入由月亮姐姐发起的月亮姐姐喊你来唱歌的活动 把你热爱音乐唱歌的视频赶紧传给我们 说不定有才华的你 就会被我们的导演一眼选中 下一次登上音乐快递舞台的就是你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来自木老族的小姑娘 而且在现场还给我们带来了木老族的传统的手工艺品 这个小姑娘也非常非常的可爱 一起再来认识一下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起回家 迎着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 我还记得你想会有时间去闯荡天涯 闪耀梦想的光亮 后来也许经历迷茫经历失去的希望 摔得痛了在茫茫人海彷徨 就算没有谁明白我去想怎样的愿望 至少有你在身旁 你是生命之中最亮的灯塔 温暖着我让我勇敢的飞翔 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 由于情才让生命更燎热 闪耀梦想的灯塔 迎着夕阳 迎着夕阳趴着同样的步伐 就算没有谁明白我去想怎样的愿望 至少有你在身旁 我们在彼此身旁 谢谢 甜甜的声音 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通话语 他听飞鲁廷朵 没来救命 他对很强的流众人 他是哪个家乐的老家 他跟我好诗 唱歌 乔舞 花花 狗蕾 都写通话 大家好 我叫卢廷朵 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广西柳州 我是一个木老族的小女孩 木老族 喜欢唱歌 画画 跳舞 跳舞 还有朗读 朗读 你刚才第一段 就是用你们的木老族的语言 来做的自我介绍是吗 是的 那你会唱那个木老族的童谣吗 我会唱山歌 那给我们唱一下 那你会唱歌 马卡花开遍地均落 萝卜花开遍地均落 鸟威 思想都像从阳口里 那我爱你 乔充养了 这我爱你 我爱你 好想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有另一道语言 这是木老族的山歌 这是木老族的山歌 小朋友 那你对本民族的一些个节日 还有一些个特别的地方 有了解过吗 有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家乡的一饭节 一饭节是木老族人民 最隆重的节日 带有强烈的感恩和祝愿的色彩 每逢冬至前后举行 当天人们包三角粽 蒸糯米团子 用红薯 芋头 制作成水牛和黄牛的模型 用红绳扎起一束束诺骨碎 保佑农民五谷丰登 后代子孙幸福安康 之后大家再歌再舞 非常热闹 官宣 完全是官宣 而且你完全可以当你们 当地旅游的代言人了 介绍得太好了 这一次我带来了一些 我们木老族的手工刺绣品 分别刺绣着凤凤 石楼树 蝴蝶 以及太阳等等 太阳那是这么难了 它都是代表美好的寓意 是吧 这些都是吉祥的图案 以此寄托了对人们的美好祝愿 那还有这些都是碑垫是吧 对 碑垫 碑垫也是一些吉祥的图案 这有点像各种图腾的那种图案 是吧 带有吉祥的意义 这个应该是 这根石榴树 这是石榴树 好 要送给谁 我就跟着你一块去 好 你们选吧 好 随便给我们 你想送给我们 谢谢 16 这个专门选了 这个是花给我 对 好 先给 它真的是手工的 对 都手工的 手工秀 剩完了就是那大 这个呢 谁选我我就给谁 那我们就推到 我们先推吧 来自 老族的这位小姑娘 最终选择的是 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我要选择的是 金豆哥哥 哎呦 好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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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陆老族的 这个小姑娘 卢廷朵吗 那就赶紧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给她投票 点赞吧 同时也期待 有更多的热爱音乐的 小朋友 参与由月亮姐姐发起的 月亮姐姐喊你 来唱歌的活动 扫描月亮姐姐在央视频的个人账号 传来你的才艺的视频 说不定我们就会把你选上音乐快递的舞台 展示你的音乐才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矸 我们下期 coment 大家下期待